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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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主任不是说受伤了吗 接到信息就来了 证明你心里还有我 不好意思啊 主任 我正在跟我的丈夫约会 有什么事明天上班再说过来 小妈 你别走 我心情不好 你不要说话话好吗 你爱过我吗 你爱过我吗 当然了 我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爱上你了 你直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你爱我为什么不娶我 你不爱我为什么非要来招惹我呢 啊 小妈 你别走 别走 放手 你别走 小宝石 你走 你别走 放手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 你快上去吧 我走了 再见 二强 妈 那个 你 不想上去做吧 我妈今天在我大营家中 她们那个老年舞蹈团 现在正忙着排练呢 我昨天做了年糕 我想让你去尝尝给点建议 可以吗 泛黄的昨日年代 褪色的时光沾白 我都自己来吧 前中换中 又落入谁的心怀 回头洗干净我给你送 我有些是深情的独白 又已避开了人海 只在某个夜深的时刻 时间不早了 我该回去了 好 我不想一个人待着 你竟然能在这儿陪我吗 遗憾在风雨之后停摆 至于光影无声徘徊 徘徊梦 妈妈 妈妈 大哥 我 我 你昨天晚上在肖默下回来 我 她 她妈妈去她遗家了 所以我 我 大哥 你别生气了 我以后再也不 你啥不啥 你们俩现在都领证了 在法律议上 你们俩就是夫妻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婚宴 我俩准备尽快 那个 大哥 有个事我考虑过了 你要是不反对的情况下 我想办法 我想办到肖默家住 我想办到肖默家住 这个事咱俩上次不是说过了吗 但这次我真的是为了自信 而且肖默也想让我去她家住 对对对 我之前没考虑到这点 我之前没考虑到这点 也委屈你了 但上一个咱们这样的家 连个魂房也准备不了 大哥 你说什么呢 现在这样挺好的 我跟小默也挺直足的 那人呢 去菜市场了 说是第一顿晚饭 先好好发挥一下 就不该让你们这么早领证呢 这酒席来不及办 结婚照总要拍一张 这总得补育多板 说懒得整那些虚的 而且她家本来就不太平 她也没那嫌弃 这孩子倒是老实 可是这唯一的优点啊 就是老实了 早知道就应该再等等 等了这么久 明明没份等这么久 够了 其实你只要没孩子 什么都不算晚啊 都来得及 那我一辈子都不算晚了 早知道这样 你后来那次怀孕 就应该把她生下来 可我怕你和我过得一样 一辈子不顺心 我最怕的呀 也是活得和你一样 我不想像你一样 生下没名分的孩子 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 像我一样没爸 绝不做你的老婆 小便来看看鱼 鲫鱼怎么卖啊 鲫鱼 鲫鱼五块钱 来一条子了 好嘞 要点什么 芹菜怎么卖 芹菜七毛钱一斤 来多少斤 够来四毛钱 四毛钱 好嘞 您的鱼 一斤二两收您一斤 谢谢 慢走 慢走啊 姐您看着啥 隔了怎么卖 隔了两块 两块钱一斤 来找 好 姐 这个电影不是前两天 刚刚萌一丁看过吗 一点都不好看 家常理短流水账 今天大嫂从上海回来 那我明白了 是我也不想过去看 野兔胡的脸 要不咱再看一遍 别胡说 我是想给大哥大嫂 留点二人空间 我们在 有些话他们不好聊 这么替他找想干什么呀 要我说 野兔胡一点都配不上大哥 看他每天穿那个样子 还说自己是文化人 是大学生 那我们大哥还是研究生呢 也许 大嫂以前在老家 也受过不少苦吧 谁没受过苦啊 你看看咱们爸爸这个样子 那咱们也没变成乔托胡啊 那是因为我们有个哥哥呀 不然我可能也会跟嫂子差不多 不过我们比他幸运 我们有个好哥哥 那你还有个好妹妹呢 思维 不然 我们单过吧 你跟王伊丁分手了 瞎说什么 我跟伊丁好着呢 我是说 我们还是尽快回老屋住吧 好 那个 我这次成绩挺好的 然后准备得也充分 所以签证和顺女 霓裳 对不起 我其实真的 酝酿过好多自信要告诉你 可就是不巧嘛 嗯 可能还是因为咱们两个 也不够相信彼此吧 好 给你 Qian 给你接下来 快去 走 去 那边 去 回来 回来 出来把玻璃擦去 二哥 帮我一下 老一丁 你们这结婚想用的电视 先借给我们用 你不心疼啊 心疼什么呀 反正都是给赛琳买的 姐夫真好 找我姐姐的光了 一丁 你们日子定好了 我们不打算搬酒了 为什么 我妈说我弟 我想结婚旅行 长这么大都没出过南京 不像某些人 从小就走难床呗 我说是有蜘蛛 这就是蜘蛛 这不是小许吗 你在这干吗 我给你了 给你了 什么呀 打开看看 上次你带我爸回老家的时候 我就想了 得给你买个这个 方便联系 太贵重了这个 我真的用到这么好吗 算命 退了吧 你拿着 这个已经不像刚出来的时候 那么翘了 你拿着 之后我们联系就方便多了 走 走 走 带衣 这郑爷领了 你跟三李什么时候去旅行啊 两家人吃完饭就去 价位已经请好了 那你跟三立 是先住在家里啊 不过妈你放心 我跟三立 就像之前说的 每个月按时给您生活费 好好好 妈知道啊 你最懂事了 一丁啊 有个事啊 妈想求你 妈你说嘛 还求什么 是这样啊 小敏呢 让一宁 明天去他们家吃饭 那个三立给你送的 BB机 汉险的 我说呀 干脆让一宁又算了 这个小敏他们家的条件 比咱们家好多了 一宁身上啊 多少都有点东西 撑撑门面呢 总不能让人家看遍了吧 妈 你那BB机 是三立送我的 是结婚礼物 一定要用 借几天可以 可我得跟三立商量一下 这点数 你都做不得呀 那你还当家立业的 现在呢 是有老婆的人了 老婆呢 你愿意在你身上花钱 你呢 就由着她牵着你的鼻子走 工资工资嘛 交给她 她送的东西呢 还是她自己的呀 你连人都归了她了 自己的妈和弟弟 就可以撇在一边了 妈 不是这样说的 不是这么说 是怎么说的呀 我算看出来了 儿子啊 就是指望不上 这还没抬老婆的 眼里边就没自己的妈了 妈 算了算了 就当我什么也没和你说 以后呢 我也不会像你再张口了 反正 你已经跟我们家人 离心离德了 妈 行吧 行吧 凭什么 那个BP机是我给你买的 你妈凭什么给姨宁 她要还吗 看样子应该是还不了了 那我就管她要 我就不信 不管她要 她还能赖着不划 莎莉你别生气 是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就是这样 你肝脏软 你那个弟弟 除了吹吹牛 挡买挡卖 他有什么真本事 我们挣钱这么不容易 凭什么养她这个寄生虫 莎莉这件事情 真的是我做得不对 咱别跟她计较了行吗 我好好干活 肯定就给你挣个更好的 最好的汉险的 给我挣 我要那个干吗 那只我给你买的 我好不容易第一次送你一个贵东西 我好不容易送你一个东西 你到底是不是你妈亲生的呀 十个手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嘛 我妈也挺不容易的 我弟人他比我活络 人也漂亮 疼他也是应该的吧 漂亮个鬼 我觉得他还不提你一个零头呢 我就觉得你不像是你妈亲生的 不信你就看这周末 咱两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是给你加太多 还是给依宁甲太多 还是给依宁甲太多 这是啥子 他这是要去哪儿呀 金陵饭店 好嘞 你帮我在金陵饭店附近找个洗剧中心的 洗澡呢 洗澡呢 来 大哥来了 大哥 大哥 三立 恭喜啊 谢谢大哥 走走走 大姐的日子高兴点 好 大哥 我有件事得告诉你 说呗 这怎么还羞达达的 有什么话不能和大哥说 不会是有了吧 爸回来了 爸回来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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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大哥 知道自己回来的吧 哥 我知道你不高兴 其实之前我跟依丁商量过 想要问问你 能不能把爸接回来 但是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同意的 可今天毕竟是我出嫁的日子 不管爸之前做过什么 他毕竟是咱爸呀 你说他人都来了 你就别为难他了好吗 咱妈走得早 今天我结婚 今天我结婚 要是一个长辈都不来的话 我 我真的觉得很委屈 哥 没事 人都到齐了 就 就差那么多大哥 走 走吧 上去 谢谢哥 大哥来了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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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酒量不错啊 我给你讲 我专门给你带了一些图特产 我现在给我给你看看 都是当地最好的货 那个姨娘 快 小米 用点吃吧 跟你讲 这个市场上抹得大 吃好的啊 你看 对 清家 正宗的 人工养殖的 野山蜂蜂蜜 你看看 你很难乐得的 脏兮兮兮 这 这不是我们一丁老家的东西吗 你 不可能 这 这本来是要出口的 现在转成内销了 出口转内销 来 今天是我跟一丁的好日子 我们敬大家一杯 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老大媳妇呢 嫂子她忙 那边还有稿子没赶完 今天过不来了 好好好 忙 忙一点好 忙 证明没有被社会抛弃 对对对 来 喝 来 喝 清点 乔齐欣 乔齐欣 真是哪 我已经有什么好学了呀 我等了你好久 还有一句不难的 讨 讨课课不好 那你干嘛讨课 不是 不是你认的那个纸团 让 让我逃课 我让你逃 你就逃呀 消灭 继续 족 为0 оло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不要看点特别的东西 什么特别的东西 一定是好袋子 不会卡的那种 对吗 算了 不给你看 好吧好吧 还是给你看吧 Enfin是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老 小老 你找什么 早 小老师也有迟到的是 一成 我找你你找上了 油树瞒 fuelsraj都给我憋着 赶紧给我过来 你抽什么份 我上了厕所 我说你这种找到办公室了 你快点吧你 给我放过来 乔老师 你这傻家的干吗呢 进去啊 赶紧 快 一辰 爸 妈 我再找到你 一辰 二辰 一辰 二辰 你们干什么没看见 一辰一听 你们来拔腿就跑啊 是 跑啥呢 争分夺秒想 快点见到你们 是 我第一次见孤叶 就知道小朗给咱们找了一个 孝顺的好姑娘 不是不是 坐这儿聊吧 坐这儿聊 爸妈坐这儿 坐坐坐坐 坐坐坐 来 坐 瘦了 没有 没有 我给你们泡泡茶 你们慢聊 谢谢啊 谢谢 那个 爸妈家里都挺好的 挺好的 那你们这次来 这儿是玩的 电视台有啥好玩的 你们没有给南京的地址 大家的电话没人接 呼小朗的呼机呢 也没反应 我们就知道个电视台 不来这儿来哪儿啊 不是 我是说你们这次来南京是来 对 一诚啊 之前 既然是你替小朗兑现了程度 那现在这事就得找你了 你可得帮忙 好 那你就答应了 那我能怎么办啊 眼看着你弟被人告 他把人打伤了人间 是由法医证明的 这两个法盲 能不能别在这儿想起 外面写道的东西 你弟把人打伤了轻伤 趁现在没有立案 随时可以调节私了 那如果对方坚持要告你弟的话 等走了法律程序之后 再想撤诉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宋庆远有个朋友是警察 他去问他 就这得破事你还告诉宋庆远了 你爸妈都闹我单位来了 还用我去告诉他吗 我倒是能想到他俩那德行 他俩现在哪儿呢 招待所 等着明儿见你 我不去 那把人打伤了吃药饭天行地义 我去干吗去 咱俩现在本身就自顾不暇了 我现在手里就是没钱 我要是有钱 我早就远走高飞了 我管这些糟心事弄得 我在这儿生气 我想跟小萌借点钱 她同意了 这样 你以后在这边也不用负担那么重 我最怕和别人开口借钱 小时候日子那么难 我都没开口口 我都跟他说好了 我到时候用美金还他 等我熬过了第一学年 我就能出去打工了 钱肯定是能挣回来的 怎么挣 去给人家洗盘子当保姆 你是不是把事都想得太容易了 那你是不是把事想得太复杂了 你什么都有余会错过机会 好 借就借吧 穷家俘虏 那你答应我 千万千万不要把家里的钱 拿去给我弟擦屁股 咱俩这次一定要把心狠下来 可能是我有想复杂了吧 债主 你打算怎么办啊 能怎么办 你都说是债主了 欠债还钱呗 关键你也不欠他们的 你还什么呀 那谁让他们是小朗父母呢 这谁的父母也不行啊 再说叶小朗也不欠他们的 要我说这种烂餐子 谁也甭管 宋老师你别这么义愤疼的 我都好像我欠钱不还一样 黄罗 谁不知道你从不欠钱 从不借人 其实我是想跟你借钱 借了个什么 不是给他父母 嗯 最近人民币汇率比较高 我想多得点美金 你天生就是当初的命 不操心死你 好 爸 妈 书要是对的话 那我就先走了 对着呢 对着呢 不再坐一会儿了 喝口水啊 不用不用 我这就走了 小朗在家等你呢 怎么不和你一起来看看我们呀 没有 他那报社特别忙 他根本就走不开 我这也得赶紧回太理去下班 我这也是忙里偷钱才跑出来的 一诚啊 你比小朗靠谱 比他孝顺 其实小朗一直催我 让我赶紧把钱给你们送过来 想着让你们早点拿到钱 回去赶紧解决小弟的事 那事可不能耽误啊 这样吧 你们回去的票 我们给你们安排 到时候我和小朗一块儿送你们 好 好 那行 爸妈 我就先走了 好 慢走啊 慢点 慢走啊 慢点 慢点 别送了 别送了 好 没事了 没事 慢点啊 这小朗一直没露面 不会是这小朗 我和我搞什么鬼吧 这有可能啊 我说怎么死命要读书呢 读书读书 学得鬼经鬼经的 这又找一个读书的 一样鬼经鬼经的 咱哥得顶住了 来 爸 来 爸 来 花菜 喝 你的 叫我呀 赶紧 赶紧 二 二名 别打了行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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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错了几天啊 你神经啊 你哄什么 没大没小的 来 赶紧了 赶紧了 没大没小 赶紧了 赶紧了 你们还没完没了呢 这麻将都打了几天了 有啊 没完啊 你教训谁啊 我是你爹 这些人呢 按辈分都是你的叔叔伯伯 长辈 你还知道是我的长辈啊 你见过什么家长辈 把家里搞得这么无烟瘴气的 白天不睡觉 你在这儿大吼大叫 要不就是唱歌 你晚上打牌打行 你抽那么多烟干什么呀 屋里都能闻得见 不知道 以为咱家着火了 没完了是吧 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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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海的一般见识啊 四明啊 我们说话小点声 这 烟也不愁了啊 不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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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愁了啊 这是我家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谁烦啊 谁烦就滚啊 丑就走 我老婆子 还支不了你 你 真走吧 你让摩托斯摩托斯 继续 接我 来 来 董哥 走 嘿 大哥 你回来了 等等 等等 子掌干嘛呢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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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回来啊 怎么了 我再跟爸住在一起 我脑袋就要炸了 他又做什么腰啊 没有他不做的腰 不干活 不做饭 每天晚上招一堆人过来打麻将 忙活都是烟酒气 根本呆不了 行了 行了 这不是只有他常在吗 要拿出去找活干 还不如在家待着呢 走吧 不是 现在 姐和二哥都有自己的小价 就我跟他住着 而且啊 简直就是肚日如年 我看你跟谁住 都是肚日如年 你怎么了 坐地上 地上这么凉 快 起来 怎么了 我眼魂不散 不干一点洋间的事 不是 叶托夫 你挖苦谁呢 你非要这么挖苦人啊 你怎么在这儿 你跟我演什么呀 我这一进来 我什么都没干呢 你就在那儿说我 我还在家就够手气了 我过来找我大哥 说句话怎么办 行了 你也别说了 要不然这样 今天晚上啊 我陪四妹回家住 你好好学习 好好休息 我学什么学啊 我就是个当冤大逃的名 我早晚耗死在这儿 到底怎么了 我妈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我爸在招待所心脏突然不舒服 让我去看看 你爸妈在南京啊 我看他们就是想赖在南京 想赖着我 你说这种谎话都变得出来 他们就不怕真应验了吗 你也别这么说 毕竟他们也上了年纪了 这万一要真有什么不舒服的 这样吧 要不然咱们现在去一趟 你是太不了解他们了 他们的心脏比钢铁还结实呢 我爸一顿饭能吃两斤猪肚科 我妈更是经过不让许美 这要换他们儿子出事了 两百斤打马帮扛上他就走 咱们要是去了 就是中了他们的圈套 他们一定会没完没了的 我跟他俩就是想在咱们家扎根 情深容易损失的 这么一听的话 这老头老太太跟我爸 那个作妖程度不相上下 你闭嘴吧你 要不然咱还是去一趟吧 这刚才还好好的 王瑶瑶真有什么突发急症 这也不是什么小事啊 你刚才去招待所了 好 乔一诚 你有病吧 你是现在才通子吗 你那么有钱就把钱都给我呀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乔一诚 你不要拿着咱们的钱去给他们擦屁股 好 好了 你钱就要把钱送过去了 钱还没物热呢大哥 这就已经出新的鬼点子了 有完没完啊 好 咱俩辛辛苦苦攒的钱 口口嗦嗦嗦过去了 就咱们因为血浓于水 我就得给我那个不争气的弟弟 无条件地讨钱 我为了考豆腐 我付出了多少努力 可我还是要偷偷摸摸的 我工作 我攒钱 我生怕让他们知道 可就以为他们是我的家人 我就得搭上我自己的生活 搭上我自己的面 我凭什么呀 你知道 你说 忍着活这么一辈子 我就是想为我自己活一次 我错了 他们怎么就不能把我 也当一个活生中的人看呢 他们想要婚房 我就得是婚房 他们想要赔偿金 我就得是赔偿金 你没错 你没错 肯定没错 一个人努力踏实 想实现自己的目标 谁也干涉不了你 就算是父母 就算是再亲近的亲人 也不行 小亮 你放心 有我在 你的人生肯定回不了 我 妈 没 没 就算你觉得我没错 可她也不觉得 对她们眼里干什么都是错的 她们一定会死皮来连来 还是咱俩 没事 我想办法把她们给打发走 那她们要是再回来怎么办 那兵来降党水来土掩呗 我从小应付我们家那老头 有她这一碗酒给咱们垫底 这什么样的老头老太太来了 我都不怕 我 我没偷偷用啊 我打都没打开呢 没事 那我回去了 那我回去了 你要是不想回去 那就别回去了 谢谢嫂子 不客气 乔台的为人 不客气 乔台的为人 不客气 乔台的为人 我也挺佩服你这心事的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下场雨似的 感觉你下定决心要做的事 一定能成 我一直都知道你才发现吗 今天更发现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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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客气 不客气